警号警号刘秀对士族开战的失败 王芒被杀后 刘秀称帝建立东汉政权 刘秀是南洋的远异流姓宗族 他这一脉宗族正是王芒 想要削弱的地方士族势力 跟随刘秀创建东汉政权的云台二十八疆 大多是豪强士族战争时期 地方势力乘积广占田园 营建物宝 拥兵自重 刘秀披上帝袍之后 马上转换角色 仍然要削弱士族势力 政策的动刀之处 还是土地兼并和人口兼并 东汉政权延续了西汉的明田制度和户籍制度 自治通鉴中多处提及 朝廷下令立民不得田宅于智 伤者不农等 刘秀也数次下诏释放奴婢 可是成效却非常微小 到了公元三十九年 在执政十五年之后 刘秀终于痛下决心 下达了著名的杜田令 要求全国严格检和 墾田情母和清查滬田 以彻底杜绝兼并之事 可是 杜田令在朝野上下 遭到了强烈的反对 刘秀为了杀意警百 出此带头闹事的大司徒欧阳舍 其弟子千余人集体上书求情 刘秀不准 为了对抗 各地豪强纷纷武装暴乱 刘秀四处弹压 恩威病师 总算把叛乱平息了下来 可是 豪强势力实在太大 顽疾始终不能彻底根除 到了后来 刘秀一生叹息 只好与之妥协 他留下了八个字 约狗非其时 不如西人 也就是自认时机不道 不如西式宁人 中国自从形成大一统的 帝国模式之后 立朝新建 首要任务必是 薛藩 薛藩成功 中央集权可得 薛藩不成 中央与地方 政府与财阀的权力 和利益之争必永无宁日 东汉初建 豪强出而不尽 光武帝就学不成 汉武帝了 东汉一朝再没有出现 强权皇帝 士族力量 非但没有削弱 反而日渐增强 史家唐长如认为 周郡辽佐中 所谓大力又执照 力由本地大兴垄断 大兴贯族美郡 执此术性 所以周郡大力 就带有是习性 我们认为 东汉时期的地方政权 在一定程度上 是由当地大兴贯族控制的 76 在庄园经济之下 自由的民间工商业者 显然并不能得到 充分的发展 各地方豪强一方面 握有行政权力 另一方面又利用 各种专营政策 形成了无与竞争的 士族经济 士族经济归根到底是 权贵经济 由权牟利 是最快捷的致富途径 因此 在这种社会形态之下 导致中国历史上 前所罕见的官商勾结 与官僚资本 77 其而整个社会的公共资源 及财富聚集在少数家族的手中 又会造成严重的贫富悬殊 和社会不公 在这个意义上 由东汉智卫 近南北朝的数百年 历史的事实证明 缺乏集权的地方分裂 或自治模式 同样找不到与之相匹配的 能够促进社会进步 及物质文明发展的经济制度 与中央集权相比 分权自治所可能 或者说必然带来的战争等暴力威胁 给人民带来了更多的痛苦 在这样的逻辑下 中国的国家治理 深深地陷入 集权与奋权的两难境地 会人资品 为何关系 并以网門 指导 锁